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Noah 我来自HKT的Smart Living 我现在公司的工作岗位是店铺经理 我任职了已经接近五年了 大家好 我是Alan 我是HKT智能家居顾问 工作了一年 大家好 我是Anson 我是HKT做智能家居顾问 工作了两年半 大家好 我是Kid 我是来自HKT的智能家居顾问 我在HKT做了三年了 我们公司其实是一种服务理念 都是自成为理 以人为本 我相信这件事在我们公司 其实是一个很根深提高的文化 为何我这么说 因为这两句话 八个字 其实由我们上线的管理层 以至到我们的前线 在座每一位同事 其实都是以一个理念 去服务我们现在在香港的社会大众 我觉得一个零售大使是需要真心 你才会用心灵听客人的需要 站在客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才可以做到一个最贴心的方案给客人 我非常之多谢我的团队 他们三位 他们三位一直都帮助很多 像一个大哥哥那样 另外我也非常之多谢我们的组织 他无论在工作时间或者工作时间以外 他都非常之关心我们 去了解我们每一个问题 我都要多谢我的团队每一位的队友 首先要多谢我的经理Loha 他将背包的东西全部都交给他做 令他很放心地在前线服务我的客人 还有Anson 我看到他的笑容 我都会很警惕自己 要做良好的服务 还有Kid的细心 我看到他这么细心 我经常都会想 会不会有些东西未做得够 会令到我的服务都不停进步 所以我要多谢我的团队 Ellen说得很好 其实我很多谢我的团队 Loha Ellen Kid 在今次的比赛和平时的工作上 他都帮了我很多 我在他们身上都学习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也很多谢你们 另外最想多谢的就是老板 因为老板一直都很支持我们 在比赛里面 正常可能参加比赛 都会觉得老板应该会给我们压力 但反而不是 老板是不断默默支持我们 没有给我们压力 反而跟我们说 其实比赛赢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在这次比赛里面 这个过程 我们有很多得着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希望我们是玩得开心 享受整个过程 好谢他们其实在这个比赛 真的在这几个月来 的确是五二个的 亦都很开心 其实在这段日子 就是由他们四个辛苦 或者大家享受 在这个过程中 将我们的精神 其实可以是 带到RMA这个平台 给到这个行业 很多不同公司的人 都认识到我们 或者有一个机会 去都引证了 我们服务其实的理念来说的话 其实都真的 在市场上 达到一定水准 当然我们都希望 透过这个比赛 更加越做越好 所以真的多谢三位 HKD是最劲